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容易有一个被骗财或者被破财的迹象 骗财只不过是破财的其中一种 所以我们不如讲得宽一点 有时候破财有很多形成的原因 例如自己忘记了 甚至被人打劫 这些都是之一 如果能及早知道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机会破财 或者什么时候破财 都是提醒自己防范的一个好的迹象 所以今集从另一个角度去问你 面相和紫微斗素又如何去看到一个人 会不会容易破财 以及什么时候破财会不会有这些迹象呢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请做齐留言 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会看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会看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以及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你说到在榴莲那里怎样看破财 纯粹在这一集那么短的内容是比较难分析的 因为我们需要对比整块面 每一个榴莲的部位的状态 如果纯粹问就是 有什么原因是什么人引发我们破财 又或者破财的重点的年份时间 一个阶段而不是仔细那一年相对来说是容易去说的 第一件事我们要认识的就是 在一个人里面有一个公位是特别重要 我们要留意和财有关的 这个就是微毛 因为它叫兄弟公 这个属于一个兄弟的公位 所以它和兄弟姊妹朋友是相关的 同一时间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微毛的毛 是聚还是散的 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人的微毛 是前面是聚的 去到微微的时候它是会散的 会散开 密度是减轻了的 这种我们就叫做微微散 通常称之为是不聚财的原因 不聚财我们可以理解为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收入不稳定 举例它做的行业不是固定收入的 今个月是10万下个月是2万 下个月是5万 这种都是代表着一种财不自由 或者收入不稳定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freelance上来说 也是常见反而可以的 当中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就是说 这种情况因为它是兄弟公 因为它跟财有关 就很容易因为兄弟姐妹朋友的原因 而破财 所以第一样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自己 或者身边人 我们的微毛 第一它的形态是不是一致 包括是前后它的毛的数量 大约它的密度是不是一致 又或者第二它前后的颜色 即是说它的浓淡是不是一致 因为刚才什么都提及就是说 因为今个星期初发生那件事件 我觉得大约两年前 我们都有分析过林作先生 他本身的那个形象 当时他的眉毛就是前黑 而后淡一点 也都刚好就是应在去年 和今年的现象里面 也都可以见到 他的生意是受到影响的 这个就是影响他的收入 这件事是很直接可以判断得到 为什么也是去年和今年 刚好就是他榴莲太岁所到的位置 这个是直接判断 但因为眉毛是兄弟公 这个位置永远不变 如果眉毛一直散 这个情况是经常性发生 所以我们除了要留意 走眉毛尾的那两年榴莲之外 也都要留意其他的时间 是因为兄弟姐妹朋友 而令到自己容易有破财的迹象 另一个要留意的位置 就是我们说的下仓库的位置 他在哪里呢 就是在嘴角两侧两个玉子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见过老虎狗呢 就是老虎狗那两个玉 又或者我们有趣地说的 就是小丸子那两个很可爱的玉子 这里原来我们说的 属于我们的下仓库位 什么叫仓库 粮仓米仓前仓 所以是与钱有关的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 又或者身边人 这里无端端有两个玉子 稍微微突出了出来 代表着它底层的钱不太差 经常说自己没钱没钱 而这两个玉子突出了出来 大家就不要信任了 因为很明显这个是钱财 累积到某一个数量之后 才会出现出来的 所以这两个玉子 本身就是代表着有钱的一种表证 那怎样跟这个破财相关呢 就是留意一下这里 会不会是给一些文 文、墨、空所侵破了 如果有的话 代表着一种破财的现象 而这种破财的现象 有两个方向要考虑 特别是它刚刚在嘴角的横线 拉过去的法令后侧 如果法令我们继续向下走 那粒粮就在法令外侧的边位 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是有墨 有文、有斑的话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因为第一 这个我们叫做是导财的位置 容易是被人打劫 被人穿桂桶底 第二 因为这一带 我们也都叫做是劳渤公 劳渤公代表下属 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为是子女的意思 所以如果这个位置是有这样的 墨、斑、纹 是冲破了的话 就小心一点 因为子女、下属、晚辈 是令到自己的财又耗损 又或者是容易被打劫的情况 是会发生的 这件事相对来说 应验度也算是高的 好像我们看到这一位 应该大家都会认识他是哪一位 可以看到他右手边 就是法令的外侧 就是有一粒粒的 这粒粒正如刚才所说 是跟子女下属相关 如果大家对于他的生意 以王国的继承人有所认识的话 就应该有一些记忆就是 当年他是全退的 将他的生意 是给他的儿子掌管 但是后来他曾经 是需要重新出生的 就是因为发现 儿子可能他的兴趣、志向、能力 并不是在这盘生意上面 就令到这盘生意的业绩 不是太理想 所以最终 彤叔曾经是重新出生的 这种现象其实就等于 那粒粒是有所反映 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的面相里面 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有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 将那粒粒脱了 这样也会有一些稍稍减轻 那个现象的情况 而还有一样就是 因为那粒粒所在的位置 是在嘴的两边 所以他应验的时间 会是50钟 又或者60钟的时间 变成这些时间 亦都要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子女的问题 又或者下属晚辈的问题 而令到自己的烦恼增加 令到自己的钱财有所影响 所以这方面是要留意一下 好了 我们讲完面相 我们就可以讲一下 紫微斗数 紫微斗数 我们讲财 首先我们要留意一下 有什么是财星 简单来说 我们看到有六传星 又或者四化的化六星 在一个大方向上 都会理解为 是和钱有关的 如果我们讲主星的话 主要就是要看两粒星 第一粒我们就叫做太阴星 太阴星是一个 累积的星组 它的星性比较特别 它是财星 但是它这种财 不是进取的财 是代表一种 第一 折键式 第二 是累积 漸进式 就是说最好是保守式的理财 例如放银行 又或者买一些比较稳固的 不动产 这个是太阴星的特性 另一粒星就是 母曲星 母曲星它本身就是 进取式求财 所以比较前进一点 主动一点 所以母曲星如果我们理解就是 可能就是比较投资 类型比较多一点 太阴就比较保守一点 就算我 我供的MPF我都是要最保守的那种 母曲它就会选最进取的那种 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星性反映的性格 所以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我们本身的紫微斗数盘 命工 财白工 又或者是填宅工 这三个工位 命工 财白工 又或者是填宅工 这三个工位 随便一个工位 有这两个星在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提醒一下 自己的那个理财的模式 是适合哪一种 例如如果我本身 我的财白工是太阴性 而我选择了一种进取的 投资型的 那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并不配合 我们原盘的特性 就很容易 因为过分进取 而受到一些损失 首先第一样 我们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我们星性的特征 第二样我们要留意 就是在我们的紫微盘里面 这两个星 本身有没有出现了 看到化妓 化妓代表是同工位 例如我的太阴星在财白工 代表着太阴财白工 化妓很直接对应 就是一种破财的迹象 不单是在财白工 在财白工的对工 又或者在财白工的三方位 就是三合的方位 例如人五率 伸子神 害卯味 这样的合局 或者他在命工 太阴星化妓 都是一种 代表容易破财的迹象 这件事是要留意的 还有一样要留意 破的 就是受到寄生影响 除了刚才说的 三合 或者对工 冲入之外 另外大家也要留意 一样叫夹工 什么叫夹工 就是说 那粒财星 是被前后 工位所夹住了 而刚好前后 工位 都见寄生出现 举例 我的太阴星 可能就是在我的丑位 在我的丑工里面 这个就是我的 财白工 然后 然后在他前一格 就是说逆时针 数一格 是指的工位 在他顺时针 前行一格 是说他人的工位 而刚好 这两个工位 里面 都有粒 寄生 这个寄生 可能是因为 流年 流月 流日 又或者是 圆局 产生的 就形成一种 迹象 就是说 前后工位 去夹住我的财工 这种的情况 称之为 寄生夹工 这种寄生夹工的现象 是一种外来冲入的现象 令到我自己 表象上 财白工是没有化技的 而实际上 它是出现了一种化技的现象 这种都要特别留意一下 另外还要提一提 就是说 这种 被夹的现象 不一定是 刚刚在前后工位 可以是前前工位 或者是 后后工位 就像这个例子 这样 它不是指 它的寄生 可能是在 再退 后一格 是害工 另一粒寄生 再退前一格 就在它的 卖工 形成 这里数 亦数一格 两格 这里顺数一格 两格 这个丑位的财工 都是继续被 那两粒寄生夹住的 这种夹工的现象 那个影响力 都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自己的榴莲盘 大运盘 又或者 圆局盘 会不会是出现了 这个情况 如果有的话 就要留意一下 究竟那个寄生 是来自什么工位 来去理解 究竟我的财 是破在什么原因 好了 讲完两粒财星的化技 或者被夹之后 另外有两粒星 我也想讲一下 因为这两粒星 本身不代表是财星 但是当它的出现 都容易有一种 财号的迹象 这两粒就是 太阳星 和破军星 因为太阳 它的特性就是 好像我们看到 天上的太阳一样 是主宰 是散发 它散发 它的热力 和光 给我们享用 所以它对外 是很热情 很愿意 将它的财 为朋友 而散发出去 所以代表 财散 容易有财散 容易洗钱 愿意洗钱的迹象 所以太阳 代表散发 亦都可以理解为 就是散财 如果它就是 採我们的 正如刚才所说的 财白工 又或者我们的 田窄工 都是代表 容易有一种 虚耗的现象 要留意一下 另一个就是 破军星 因为破军星 它的特性 很明显 就是一粒 耗星 一粒消耗 好像盲头 牛乌鹰不断向前冲 所以破军星的耗性 亦都会耗尽自己的 金钱 体力 精力 变了它在任何一个工位 都容易造成一种 消耗的迹象 所以这两粒星 要特别留意 它入了财工 都是不理想 如果说 这两粒星 化绿 会不会好一点 一样 都是有这个情况 出现的 因为化绿代表 将它原本的星星加剧了 耗得更加厉害 所以同一时间 我们会见到 化绿 它确实是有财的象征 但同一时间 亦都代表 它花钱 亦是花得更加厉害的 还有一样要留意 就是无论 任何一粒星 它见化绿 而同一时间 见化妓同工 化妓在三方四正出现 又或者化绿 而被双妓星所夹 这就容易出现 绿星要跟从寄星走 绿锤寄走的话 最终都是容易出现破财的迹象 所以在紫微斗数中 我们就要熟悉那种 星性的特性 那种财 绿和寄的 各种组合的判断 来决定 它是得财 还是失财 希望大家 这两集的内容 都可以给到一个 指示你们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在 沉气 讲 因为 遇着一些的骗案 破财的例子 大家都不想 但是如果 好像真的 我们陆景的时间 最近前几天 有着这些骗案 的时候 其实记得记得 真的要尽快 找回一些 叫做执法部门 去处理 同时 如果能够 一连两集 透过这个八字 面相 又或者是 一些 叫做紫微斗数 帮自己 身边的朋友 看一下 给一些 提示给他们 都希望 真的可以帮到大家 好吗 一连两集的内容 就讲完了 之后 我们又找一些 玄学风水的话题 再请教老师 好 拜拜 拜拜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 留言 赞好 以及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 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见到有 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 会见到有 主播的联络方法 以及 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 知识共享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